在2006年 就在槟城的时候 认识了瓷器的瓷琴学长 他叫陈群师兄 在他的建议底下 我就开始加入瓷器的仁仪会 在2007年 那一年我们就一起跟仁仪会的职工们团队 一起去台湾 就看到上人在门口迎接我们 不知道那个时候就为什么很感动 因为看到上人这么瘦小 可是能够有那么大的志愿 能够做那么多的好事 能够带职工一起来成就这么多的善举 我不知道要发什么样的愿 可能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就是静静的修行 不要让上人为我担忧 以前我有想过就是要出家了 以前有那个志愿就是想说 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 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渺小 没有什么那个生命的价值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逃避社会的责任的一个想法吧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惭愧 然后过后就在慈祭的活动里面呢 就开始认识了不同的自己 因为我想上人给我们的就是那个 启发我们的慧命吧 然后让我们去发挥我们的功能 让我的人生可以看到我以后可以为这个人类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和奉献 然后可以怎么样的让大家都可以离苦得乐 看到更多的希望 所以真的只有更多的感恩、自主、善解跟包容 然后多去接善缘 以前就比较做起事情也比较畏缩 就是不敢向前冲 也不敢给人家做 不敢放行的让人家去做 信己无私、信人有爱 那当我们相信自己的那个愿力 自己的intention 就是不是私心 然后也相信大家的信念都是一致的 要为大家好的话 那这事情就一定做得来 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来的 就是需要一个团队的合作 我们就必须要相信 别人也有这个能力去做好它 谢谢大家